中国外交部宣布 应习近平的邀请 老陆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脑复交后的首次 平活之战仍然困难重处 但是都认同最终要通过谈判 而不是枪炮来结束这场战争 各方都期待中方发挥更大见识性作用 俄乌继续互相空袭 中方代表介绍第二轮穿梭外交成果 指各方希望谈判结束战争 乙军继续在西法医院的军事行动 布林肯抵达以色列 劝说乙方不要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澳大利亚政府赤字超过46亿澳元加速制造新型澳英美联盟及核潜艇 各位好 欢迎搭乘时事中车 凤凰卫视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对您环球报道 欧尚书 我是李科夫 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22号在北京举行吹风会 向驻华使节和中外媒体记者介绍 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的情况 3月2号到12号 李辉先后访问了俄罗斯 欧盟总部 波兰 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 李辉在吹风会上强调 没有俄乌双方参加的国际和会 无法达成实质成果 李辉在吹风会上说 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以及负责任大国 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 从未袖手旁观 更没有火上浇油 李辉分享了三点 自己在穿梭外交中的感受 第一点感受就是平和之战 仍然困难重处 第二点感受就是和谈共识上升 各方军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和谈问题的认识差距较大 但是都认同最终要通过谈判 而不是枪炮来结束这场战争 国际社会在早日平和指战 恢复和平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意愿 第三点感受就是各方都期待中方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李辉表示 穿梭外交第一站在与俄罗斯会谈时 俄方就和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重申就乌危机开启严肃谈判的意愿 以及俄方对谈判的立场 在第二站乌克兰虽然只逗留了短短6小时 但乌方对中方到访给予高度重视 乌方驳斥了中国刻意疏远乌的谬论 表示中乌关系没有受到影响 同时赞赏中方在乌危机上采取的平衡立场 希望中方继续为促进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结束包括与欧洲方面的会面后 李辉表示各方均赞赏中方穿梭斡旋所作努力 都期待中方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一致认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及俄乌两国共同朋友 可在两国以及各方之间穿梭斡旋 传递信息 推动各方求同存异 凝聚共识 为举行和谈积累更多有利条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 21号夜坚持22号凌晨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发动大规模空袭 俄国防部表示 惩戒打击的结果是乌军的决策中心 机场基础设施 武器和军事装备维修车间被击毁 大规模打击的所有目标均已达到 乌克兰空军在22号表示 其间俄军共向乌克兰境内 发射了151枚导弹或无人机 而乌军拦截了其中的92枚 乌克兰内政部的统计 这一轮俄军袭击造成乌方至少 两人死亡 14人受伤 22号上午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 遭到乌军火箭炮袭击 据州长格拉德科夫消息 袭击造成一名富丽死亡 有人员受伤 此外 袭击造成多栋住宅楼 和四所卫生机构受损 多辆汽车受剥挤 其中四辆被完全烧毁 俄国防部当时通报 上午7点30分许 无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上空 共拦截八枚乌军发射的 吸血鬼捉管火箭炮炮弹 此前 乌克兰各地遭到俄罗斯 连夜大规模袭击 由导弹落在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 其中一枚击中当地的军用机场 俄媒报道指 乌军正准备在这个机场 接收来自西方国家的F-16战机 据英国政府网站消息 首批10名乌克兰飞行员 在英完成了F-16战斗机基础培训 后续将会参加法国空军 举办的高级培训课程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2号表示 在西方不断介入之后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转变成一场战争 同一天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 宣称俄强力部门人员 击毙了一名乌克兰特工 此人曾在2023年10月 参与楼沙一名俄国防部军官 还曾策划在扎波罗热地区的 比尔江斯克发动恐怖袭击 企图刺杀俄总统普京的委托人 另据塔斯社报道 俄联邦安全局还拘捕了7名莫斯科公民 指控他们计划在莫斯科发动暴力活动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22号早间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主要目标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这导致超过100万户失去了电力供应 哈尔科夫市已经完全断电 断水和停止供暖 加务深刻表示 这是近期乌克兰的最大规模的打击 发电社的配电系统遭受了击毁 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一条 被断电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 俄罗斯早上的导弹袭击 主要集中 杂伯罗热和蒂涅伯蒂 能源系统遭到15次打击 完全停电 互联网共识 出现问题 杂伯罗热遭到12次 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一辆 俄罗水电站大坝上的无轨电池 水电站地区的道路被封锁 原基础设施 被损坏 为杂伯罗热核电站 空电的一条750千伏 输电线路也被断电 7座建筑物被完全摧毁 35座建筑物受损 蒂涅伯罗也遭到袭击 克里沃罗格发生爆炸 首都基辅相对平静 没有传出爆炸声音 西部地区 文尼查 利沃夫 赫梅利尼茨基 伊万诺 弗兰科斯克地区 也有能源基础设施 遭到袭击 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境内 多地能源基础设施 尤其是袭击 蒂涅伯水电站大坝 明显是对乌克兰袭击 俄罗斯多处炼油厂的报复行动 双方相互打击 只会不断升级 疯狂卫视推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针对欧盟计划从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获得的收益 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0亿欧元的援助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发出警告 说如果欧盟继续实施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行为 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佩斯科夫表示 任何一家西方银行都明白 这种没收资产的行为 对银行本身 整个国家 或是对欧洲的经济来说 都是有灾难性的后果 他反对欧盟有关声明 指出银行资产应当属于资产所有者 欧盟有关俄罗斯资产不属于任何人一言论 是荒谬的 而此外 针对欧盟提议 向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股物征收关税一事 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股物出口的目的地 选择很多 欧洲的消费者一定会蒙受损失 欢迎回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号宣布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挠鲁共和国总统戴维·阿迪昂 将于3月24日至29日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愿同脑方一道 拓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此访是今年1月 中脑复交后 脑鲁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方愿同脑方一道 以此访为契机 巩固政治互信 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人民友谊 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年年会 将于3月24号至25号召开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 国家级论坛 自2000年创办以来 以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 和国家对外经济交往 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论坛2024年年会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陆浩担任中方主席 美国安达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埃文格林伯格担任外放主席 年会主题为 《持续发展的中国》 论坛2024年年会 由开幕式专题研讨会 闭门研讨会等环节组成 论坛专题研讨会 将围绕中国持续发展的 动能与前景 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 与国际合作 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 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 大健康产业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 新型消费与内需潜力释放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 八大主题 围绕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 关键及前沿性问题 开展建设性交流 向世界清晰展现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 韧性与活力 回应国际企业界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听取各方对中国 改革发展的建议 凝聚加强中国 对外合作发展的 共识和智慧 论坛2024年年会的 外方代表参会积极踊跃 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高度关注和与中国 共发展的极大热情 截至目前 已有110多位外方正式代表 确认参会 包括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 主要负责任 来自能源资源 装备制造 金融保险 高科技与半导体 医药健康 专业服务 日用消费等行业的 外资企业董事长 和首席执行官 以及包括诺贝尔 和图灵奖获得者 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 凤横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22号在北京 分别获建了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和朝鲜劳动党代表团 蔡奇会见 由越南共产党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对外部部长 李怀中率领的代表团 蔡奇表示 中方愿同月方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治党治国理论 和经验交流互建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 和两廊一圈框架 对接合作 夯实民间友好 加强国际和地区 协调配合 促进两国现代化建设 蓬勃发展 李怀中表示 越方将坚定致力于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 推动两党两国交流合作 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蔡奇同一天在北京 也会见由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际部部长 金城南率领的代表团 蔡奇表示 中国共产党 愿同朝鲜劳动党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建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促进中朝关系 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金城南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一道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加强两党两国 友谊团结纽带 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发展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22号在北京 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 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韩正表示 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 和重要伙伴 两国友好合作 对亚洲和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 同李显龙总理一致同意 建立中心全方位 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为两国关系发展 剥划了美好蓝图 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起来 也将继续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 以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 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促进人员往来 深化高质量合作 推动中心关系 在更高水平上 取得更大发展 张志贤表示 心中传统友谊深厚 新方高度重视发展 心中关系 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西法医院的 军事行动踏入第五天 以军表示 已经在医院击毙了 数百名武装分子 并逮捕超过500人 但哈马斯就否认 被以军逮捕的是哈马斯成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 来到此次中东之行的 最后渔战以色列 并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以及以色列战时内阁会面 说服以方不要向加沙南部城市 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并提出替代方案 已经18号凌晨 突袭加沙最大医院西法医院后 过去数日 一直在医院建筑内进行搜查 以军称 截至目前 已击毙数百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并逮捕超过500人 当中358人 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成员 哈马斯和医院医护人员 则否认医院被用于军事用途 或窝藏哈马斯人员 哈马斯表示 被已经逮捕的 绝大多数是在医院内 避难的学者和民间社会领袖 其他人则只是平民 大批从西法医院逃出的巴勒斯坦民众 则沿着海岸线 一路向南逃亡 有人表示 自己在加沙城的住所 被战火摧毁后 就在西法医院内避难 已经日前突袭医院 不仅将他困在院内 还不给吃的喝的 最终已经将平民们放出医院时 所有男子还必须脱光衣物 赤身裸体地离开 随着战火持续 加沙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21号发布视频显示 加沙各间医院都收治了不少患有严重脱水和营养不良的儿童 这些医院在最后几个星期间 都看到了几个医院的严重症状态 严重症状态 幸运的 今天 我自己 看到了六个孩子 严重症状态 严重症状态 另外 正在进行本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第六次中东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2号抵达最后一战以色列 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会谈 并向以方提出地面进攻拉法的替代方案 布林肯前一天在埃及重申 以军对加沙南部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击 将是一个错误 且毫无必要 他还表示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很困难 但仍有可能 双方分歧正在缩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将再斥资超过46亿澳元 约合30亿美元 以加速制造新型的澳英美联盟级核潜艇 据报核潜艇将由英方设计装备美国的武器系统 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肯宁迪表示 这也意味着开启澳英美联盟新时代 协议将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澳大利亚与英国22号在阿德莱德举行国防及外交部长级会谈 与会的包括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及国防部长马尔斯 英方则为英国外相卡梅伦和国防大臣沙普斯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强烈反对南海任何胁迫或破坏稳定的活动 并呼吁所有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 不要以任何方式帮助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 并应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事 两国又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加沙的所有人质 以色列立即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安全和更多的人造救济 稍早前 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外长级防长 22号到访南澳阿德莱德船厂 澳政府宣布新型澳英美联盟集合潜艇 将由澳大利亚潜艇公司和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在阿德莱德的澳斯本造船厂联合建造 同时 政府已经拨款超过20亿元 用于兴建澳斯本的潜艇建造厂 澳政府将再赤资超过46亿元 用于设计新型核潜艇和扩充劳斯莱斯制造厂 以建造将安装在潜艇中的核资反应器 It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to be announcing that ASC 澳英美联盟集合潜艇 and BAE will form a joint venture to build 澳英美联盟集合潜艇 澳江会在2030年代出 从美国购买最多5艘弗基尼亚级核潜艇 然后与英国联合建造和操作新型澳英美联盟集合潜艇 澳大利亚国防官员曾表示 澳方将获得至少5艘新型核潜艇 成本达数十亿美元 第一艘核潜艇将在英国建造 之后将在南澳阿德莱德船厂建造 第一艘将于2040年代初期交付 而在21号双方签署一项新的国防与安全合作协议 协议包括在印太地区加强科技合作 资讯交流以及联合军事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中澳关系 日前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 强调中澳关系重回正轨 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 澳大利亚在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同时 又是巨资向英美展开防务合作 澳大利亚是如何盘算的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来分析和解读 陈主任 您好 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在经济上 想和中国继续做伙伴 但是在政治和军事防务上 还是要背靠英美的盟友 如何来看待其政策的两面性呢 澳大利亚在对华思维和政策上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质根于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以作为西方在亚太地区的一个中冷强国而置居 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冷战后 它充分意识到世界的经济中心 早已转移到了亚洲 因此需要和亚洲国家和相关地区组织 开展接触合作 甚至它曾经一度喊出了 龙鹿亚洲成为亚洲国家的口号 那么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 澳大利亚就是凭着和中国的贸易合作 尤其是能矿产品的贸易合作 避开了金融风暴的冲击 甚至连续十多年成为西方国家中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 但是随着美国推进遏制阻挠和破坏中国的发展的印太战略 美国开始利用它的盟国和伙伴成为它霸权战略火中取利的这样一种工具 那么澳大利亚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尤其是澳大利亚上线的莫里人政府 充当美国反华战略的极限风和美国和英国 共同拼凑起奥库斯三国军事伙伴关系 奥库斯这个军事小集团 就是企图以美国和英国提供支撑 由澳大利亚作为主力 这个军事轴心在逐步对外扩张 纳容地区国家加入这个小集团 最终的目标就是拼凑起个亚洲小北约 直接对中国构成威慑和威胁 那么既然由澳大利亚充当极限风 就需要加强它的军事能力 尤其是远程输送兵力和远程打击的能力 那么奥库斯的首要工作 就是为澳大利亚配备其支核动力潜艇的舰队 由美国和英国为其提供潜艇 要么就是提供直接购买 从美国和英国购买潜艇 要么就是由美国和英国为它提供建造潜艇的技术 尤其是核技术 那么按照目前的计划 澳大利亚是先打算从美国购买 以后弗吉亚籍的核潜艇 然后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一起建造 澳库斯级的核动力潜艇 那么其实这个计划对澳大利亚来说 在战略上是极其失衡的 用澳大利亚的巨额资金购买和建造核潜艇 服务于美国的把权战略 而这样做不仅经济上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且我们知道澳库斯把中国设想为第一手 那么中国自然对它的成员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自然为澳大利亚带来完全不必要的风险 好的 谢谢陈宏主任的解读 谢谢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 21号对媒体表示 日本将继续与英国和意大利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 林方正当天在东京会见到访的 英国副首相道登 并在会后宣布上述消息 林方正表示 三国将继续密切合作 使得下一代战机体现三国的技术优势 去年12月日英役 三国签署了一项名为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协议 确定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 根据计划 三国将力争在2025年前启动研发工作 并在2035年前完成下一代战机部署 而新战机将取代日本现役的F-2战机 和英役两国所拥有的台风战机 据美国广播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21号在德州南部城市 阿尔帕索的美墨边境处 数百名移民冲破铁丝网 试图是越过边境 非法进入美国 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此外 关于是否执行德州新移民法 即赋予下级执法机构 逮捕非法入境移民的权利 也受到广泛的争议 画面显示 数百名非法移民聚集在边境铁丝网外 一些人将围栏扯开一个缺口 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则举枪阻止 双方一度对峙 之后 有人将国民警卫队成员撞倒 突破了防线 但被阻挡在又一道边境围栏外 美国边境巡逻队官员表示 试图越境的移民有数百人 有美国民众驾车行驶在公路上 看到大批移民聚集在边境围栏处 拍打围栏 边境巡逻队官员表示 这些移民最终被边境巡逻队拘留 之后坐上大巴 被送回墨西哥 他表示 引发此次混乱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德州新移民法 及州参议院第四号法案 SB4 近期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放行 随后又在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被暂时叫停 是否赋予地方执法机构 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的权利 引发争议 在德州埃尔帕索 大批居民和宗教领袖上街游行 纪念在去年三月底 美墨边境移民居留所 火灾事件中不幸遇难的移民 表达对新移民法的抗议 而在只有一千人口的特雷尔县 治安官克里夫兰表示 支持新移民法 但对于小城镇的边境警卫人员而言 逮捕所有非法移民有一定难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政府在下周启动对未赴港的医生 进行吊销执照等处分之前 22号再次敦促医生立即返港返回所属医院 如果医生表明赴港的意向 政府在处分的时候将会加以考虑 另外有不少患者感到不安 就敦促医生不要将人民的生命 作为争取组织利益的工具 韩国政府22日明确表明 政府在9月之前 会改变一颗大学招生名额的消息 并不属实 政府已经分配好了 大学招生名额 大学招生名额是不能有大学水平更改的 政府还指出 政府将于下周开始 就违反复港命令的医生 进行吊销执照等行政处分 업무 개시 명령 위반에 대해서는 다음 주부터 처분이 이루어질 예정인 바 본 처분이 이루어지기 전 의견 제출 과정에서 복귀와 계속적인 근무 의사를 표명하는 경우에는 처분 시에 충분히 고려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随着政府和医生之间 僵局持续一个多月 患者哪里及时接受治疗手术 一些中症患者召快记者会 强烈批评罢工的医生说 医生们放弃患者 离开工作岗位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但住院医生却认为 他们为这次集体行动感到自豪 其实他们在阻碍良好方向的变革 行动十分有问题 患者原本要进行的手势被取消 也难以接受下一步治疗 经验了种种混乱 尤其是这量重症患者感到恐怖 也会导致患者死亡 医生们不应把生命用于阻止的利益 患者不应被用作 医生和政府争吵的工具 中症患者担忧 目前的医疗互难演变成到医疗灾难 政府也在把责任转交给医疗界 政府和医生都要停止 以人民生命为抵押的懦夫博弈 并提出双方开始对话 凤凰威士金志贤 韩国首尔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国务院22号召开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强调要持续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李强在会上强调 要强化责任意识和系统观念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李强指出 国务院组织制定实施了一揽自化债方案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 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李强强调 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 更是持久战 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和系统观念 持续深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加更大利器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加大清理拖欠企业占款力度 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 严防新增债务风险 要坚持远近结合 读书并举 表本监制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坚决阻断违规矩债 变相矩债的路径 要统筹抓好化债和发展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 推进债务风险化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1号分别会见惠普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洛雷斯 和奔驰期短总市长康林松 就双方企业在华发展等议题 进行交流 王文涛在会见惠普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洛雷斯时强调 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 电子产品升级换代明显加快 中国电子产品消费市场需求巨大 将为包括惠普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 提供更广阔前景 希望惠普公司把握中国 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机遇 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在华创新投入 洛雷斯表示 惠普公司进入中国40余年来 与中国相关产业共同成长 中国已成为惠普公司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普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愿继续投资中国 提供更优质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王文涛当天还会见了 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 他表示 中国正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中国政府致力于优化营生环境 并为外资企业提供良好服务 欢迎奔驰积极把握中国数字化发展 和绿色转型西域 用好汽车已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 推动欧盟对中国汽车产品保持市场开放 实现互利共赢 康林松表示 奔驰发展电动汽车的战略目标不变 将坚定扩大对华投资 奔驰愿与中国汽车产业加强合作 在推动减少贸易壁垒 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问候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英美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或国家安全风险调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保护主义绝不可取 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将经贸问题 泛政治化 近期中国电动汽车出海遭遇逆风 前不久欧盟发布通知 对自华进口电动汽车进行海关登记 未来可能征收追溯性关税 英国和美国也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或国家安全风险调查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电动车是全球化产业 分工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希望有关方面认真倾听 业界理性声音 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以公平竞争 国家安全为名 搞保护主义 贸易壁垒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 短期看似乎占了便宜 但保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造成的是多数 长远看 只会损害本国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影响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变的努力 在芯片领域 美国打压动作不断 由美国商务部官员周四称 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如果为华为生产处理器 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 对此林健表示 美国因为中国企业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放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应当纠正错误的做法 为中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凤凰卫视周江新叶博健 北京报道 美国国内多位学者表示 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180天内从TikTok撤资 不太可能实现 学者们还警告 说正在等待国会参议院表决的 TikTok剥离法案 一旦成为法律 将引发一系列棘手的法律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与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项目 合作刊登多位专家 对TikTok禁令的分析文章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 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韦伯斯特表示 禁令的发展难以预测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禁令成为法律 将引发大量有关程序性 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相关诉讼 即使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撤资 也无法及时完成交易 如果撤资未完成 行政部门可能命令 苹果和谷歌将TikTok 从其应用商店中删除 这几乎肯定会导致 进一步的高风险诉讼 弗吉尼亚大学 东亚中心主任科卡斯表示 要求TikTok在六个月内 出售不太可能 即使字节跳动 找到合适的买家 也必须通过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 反垄断审查 他认为 TikTok收集的数据 可以改善消费者定位 使应用程序 对用户更具吸引力 增加数据流量 并使TikTok更具竞争优势 这给美国带来了 经济竞争的担忧 霍夫斯特拉大学 法学院教授 古举伦认为 美国对外资所有权的 安全担忧由来已久 虽然反对者认为 这项法案代表了 美国政府在审查 言论自由上 前所未有的扩张 但事实上 这一法案符合 美国的一贯传统 阻止外国所有人 控制美国某些 关键领域媒体 方卫视 郭晶青 洛杉矶报道 再来看两个三地股市的 收盘情况 内地沪深股市 延续震荡调整 沪深三大指数 开低下行 其中算力租赁板块 是涨幅居前 沪指收盘下跌 0.95% 深成指收盘下跌 1.21% 香港股市显著下挫 科技股领跌大盘 多支篮筹 在公布业绩之后急错 恒生指数 收盘下跌2.16% 并在两周以来 首次失守 16500点关口 至于台湾股市微生 加纯指数 收盘是上涨0.15% 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2号根据 《基本法第48条》 第三款签署 经立法会通过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李家超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于23日正式生效 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这也标志着 香港特区完成了历史使命 不负中央所托 不负国家信任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去信华尔街日报 反驳社论中 针对香港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炒作评论 对于华尔街日报社论指 香港也有国安法 但还不够 还要进行相关立法 公署发言人回应说 香港国安法 只涵盖《基本法》 第23条7类罪行中的 分裂国家罪 及颠覆国家政权罪 未包含叛国罪等 其余五个罪类 此外 部分香港法律条文 至今还保留着英王 等具有殖民色彩的字眼 提醒《华尔街日报》 别忘记香港回归已经27年 香港赌上立法漏洞 无可指责 发言人指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参考了包括美国在内的 众多普通法司法区的法律 说其涵盖广泛定义不清 是彻头彻尾的双标 而文章还指责条例 把外国影响视为威胁 根本是无中生有 胡说八道 有关言论完全是 充满恶意的炒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在香港有多个民间团体 到美国 英国及日本的 驻港总领事馆外 示威抗议 反对美英日政客双重标准 以及抹黑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言论 对于有关国家 干预中国内政的行为 表达强烈不满 多个民间团体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 手持标语 抗议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团体指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凸显了全港市民欢迎及认同 而法案内容更显示了香港 尤其借鉴了西方美英等国的 国家安全相关法例 团体延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帕特尔的双标 及抹黑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言论 对于美国妄议干预中国内政 表达强烈不满 同日多个民间团体 带同恒俄级标语 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抗议 强烈谴责英国外相 卡梅伦妄议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 立法工作 严重干预中国内政 而在日本驻港总领事馆门口 有数十名香港市民 带同国旗驱骑及恒俄示威 强烈谴责日本假借人权自由做文章 抹黑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严重干预香港事务 方卫视 季子清 香港报道 针对近期 斯威士兰首相德拉米尼 窜访台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2号回应表示 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注意到 日前 斯首相拉塞尔德拉米尼 串访台湾 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对于斯首相串台 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 斯台所谓的邦交 56年来 斯人民始终没有获得多少实惠 斯国家建设也没有实现多大发展 第二 今年台湾地区选举后 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近期 脑鲁与中国复交 台所谓的邦交国 只剩下12 铁一般的事实 再次证明 一个中国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斯少数当权者 逆潮流而动 与台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 不得人心 注定不会持久 国台办发言人 陈兵华 22号 98号 获救的两名金门 遇险人员送返事宜 回应称 福建海警 18号凌晨 在围头湾海域 发现求救的一艘 无名渔船的吊船 并救其两人 两人军来自金门 分别是胡姓和吴姓男子 其中 胡姓男子 是台湾军方现役人员 未有如实说明身份 且编造虚假职业信息 有意可以隐瞒 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 何时了解相关情况 而对于无姓男子 福建有关方面 于22号 已经将其送返金门 在台湾 蔡英文将在5月20号卸任 外界关心 他是否会依照网例 在卸任前到太平岛市场 但是蔡政府就宣称 现在去有违安风险 不是登岛的好时机 对此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就痛批 这是推托之词 而国民党立委 则是表示 已经安排好 将在5月16号 赴太平岛考察 台湾政坛盛传 在美国的压力下 蔡英文倾向不依照 历任台湾领导人的惯例 在卸任前赴太平岛视察 蔡英文政府的官员宣称 主要是考量 南海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登岛恐惠计划 区域紧张 另外飞行安全 也无法保证的情况下 整体评估时机不移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不以为然 从这样的民进党角度 八年都不是适当的时机 那请问 哪猴年马月才是适当的时机 这绝对不是理由 这是一个推托之词 外传早在 马英九执政时期 美国就曾对台湾施压 不过当时 马英九依然登上了太平岛 并且发表谈话 公开否认美国主岛的南海仲裁案 国民党表示 若是蔡英文真的不敢登岛 那就让国民党的立委们去 我们要去自己的土地上面 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还要担心别人会不会生气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 江启臣证实 已经安排在5月16号 要带队前往太平岛考察 目前报名参加的立委 除了国民党 也有民众党和民进党的立委 届时将会搭乘军机 预估航程约来回7到8个小时 站定不开放让媒体随访 富豪卫视 黄家层沈正峰台报道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 以色列宣布没收8平方公里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 归以色列所有 以色列可用这些土地 建造数百套犹太定居点的住房 以及工业和商业设施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现在就和平说 以色列政府没有规划 巴以和平和安全的未来 而是进一步推进 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和掠夺 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 22号发生了里市6.5级地震 暂时没有收到损毁报告 镇央是位于东爪哇省地区 图班以北大约130公里的海域 震源深度10千米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镇央附近的巴维安岛 在地震之后出现路面崩塌 而东爪哇一带 包括首府 四水和邻近地区 震感非常强烈 距离镇央大约600公里的 首都雅加达也感到震动 但印尼有关机构表示 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而本次地震之前 四个多小时也发生过 历时六级地震 第25届粤澳警务工作会晤 20号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 澳门保安司司长黄绍泽 率团出席 与广东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 刘国舟就本年度 警务合作计划磋商交流 澳门今年将举办多项大型活动 黄绍泽表示 澳门警方将以防风险 除隐患保平安为终止 积极开展工作 并希望和广东警方在安保工作 打击换钱党和电讯网络诈骗 以及建立澳勤警务合作新机制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合作 刘国舟表示 今年将进一步加强 粤澳口岸出入境管理 明确勤澳警务直接联络管道 完善警务合作和执法衔接机制 并在重大活动安保方面 密切关注两地的治安形势 加强情报信息交流和案件核查处置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进行第51日审讯 第4名从犯证人 12港人案的黎宇轩共存指出 除了他以外 崇光团队不同成员 将百页制裁名单 广传至多国 目标就是要国际 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实施制裁 李志英有求车押送到 西九龙法院应讯 控方就李宇轩于2019年12月 赴美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 及商讨制裁行动 做补充提问 李宇轩共存指 2019年接受崇光团体的成员邀请 赴美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会面 同行还包括有份参与 示威活动的中大女学生 采访示威活动的印尼记者 以及参与工业行动的空中服务员等 借此为美国对中国内地及香港 实施制裁提供礼据 李宇轩表示 在美国期间将一份超过百页的制裁名单 转交给美国反华组织负责人朱慕明 不确定这份名单是否为第一版 但他认为不同的版本内容均大同小异 至于其他国家及组织 李宇轩相信会有其他崇光团队的成员负责 并强调他并非唯一一个发布制裁名单的人 李宇轩做共职 2019年11月国际监选团活动完结后 曾与陈方安生再有两次会面 其中一次由时任英国驻港领事赫恩德发出勤检 与其住宅进行会面 讨论香港示威的情况 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等内容 李宇轩于2020年初第三次与陈方安生会面 当时陈子华也有出席 陈方安生让两人交代抗争路线图 李宇轩表示 曾与刘祖迪以及陈子华 通过事项会议讨论三人的分工 包括刘祖迪担任抗争精神领袖 李宇轩继续进行国际游说等工作 陈子华则负责举办本地的示威活动 分头推进反修例示威 李宇轩做共指 2019年11月 曾与时任日本国会议员高景崇智夫妇 在香港会面 李宇轩在2020年头 认识正在草拟日本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张艺成 其后李宇轩将草拟的法案 传送给高景崇智夫妇 并抄送给另一位时任国会议员 山伟志英里 希望他们在日本议会提出有关草案 富豪卫视祭司卿香港报道 好 谢谢搭乘时事中车 2024年3月22号 我是尚书 我是李克夫 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是否 这是我阳光的并没有 我阳光的并没有 我阳光的并没有 还是你贴约族平安 在那里数次的笑容 我是 Aha myCome je 我阳光的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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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把我阳光的并没有 我阳光的并没有 你是我阳光的并没有 中文字幕——YK